全部的儲存格 全部的儲存格再去判斷 所以基本上這個可以討論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有個範圍 就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按F8 你可以看到 他足以足以 基本上 我們大概試幾個 第一個他會先抓過來 這裡面的值是什麼 6 6的話先從第1個 第2個會是24 抓到這一個 對不對 然後再來 不是負的 再來一樣是24 儲標方向一樣24 因為 我講過 先往這個方向跑 因為先列 列跑完有沒有 所以31 32 33一直到30 再跑完 再跑 他一直往下跑 所有都會跑完 然後再來24之後 再來就是 2 2 然後 負4對不對 跳進去有沒有 就把他怎麼樣 改成4 有沒有看到 改成4了 然後再往下 如果其他OK的話 直接執行 執行完畢 各位可以看到 全部負數 通通通 都沒有了 但是有個問題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強調各位要先複製 因為你如果要複製一個的話 那你下一次要練習 就怎麼樣 自己還要再加複數 麻煩 所以 特別注意 我們要怎麼樣複數轉 轉正數 特別注意就是這個 那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說 那老師可是我的資料 我不見得一定是 到17列 而且下一次可能我又增加了幾列 那我可能就到多少 到18列 19列都有可能 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18列19列的話 那豈不是 就偵測不到了 如果比如像這個地方好了 如果這個地方已經又增加了18 19列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 又增加18 那這樣子就跑到這邊 就沒有了 所以呢 可以用什麼 Ctrl向下 有沒有 偵測到最後一列 Ctrl向右 偵測到最後一欄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基本上也是複習 這個的話就可以了 以哪一個為經